介绍一下 你俩自己介绍吧 不介绍了 我回去了 不介绍了 我回去了 咋的啦 我不得劲了 不走 不是不是 我打车回去了 啥意思啊 我打车回去了 好 再见啊 咋的大爷哥家风的没意思 好大妈这来扯犊子呢 刚一见面就好像整得你要凉了 给咱大妈搞的都怀疑人生呢 好歹坐下了五毛钱的再走啊 你这属实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还是怕一会赶不上二路汽车了 首先登场的是咱今天的男主角董大爷 是不是 人呢 是不是董大哥 怎么开个门也没见着人 董绍文74岁丧偶 目前在长春市租房住 退休金四个签无负担 别看董大爷人家现在是租房住 但在吃的方面 他可是一点不太含糊的 一句话就是不论多钱只买好的 我特意介绍六川买过的 你看我吃剩这个 这个要扔的了 这给你们买的 这现在草莓和羊头多贵啊 哎呀把工地说这话啊呀 我都不舍得去 我从来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 那啥都要扔的东西了 吃一里卖我就扔一里卖一卖 我有钱这得算是啥呀 这算是啥呀 这多大事从来不讲价 就像天这个看啥东西好了 不讲价问多钱了 我说要两斤 没说讲价看好就买 不打错 发钱 哎呀我去这大爷属实豪横啊 七级活二十五年了都不敢这么花钱 都里有钱也不敢这样造呀 所以说还真不能小瞧租房住的大呀 就像我的有些朋友开车BBA 可能加油的钱都是用的花味 还有些人看着平平无极 其实人家车房都有生活别提多小子了 你都看不出他兜里到底有多少码呢 说着还不过瘾 大爷又给红娘秀了一波 我兜里哪天都三两千都穿了 成天穿这么多钱不怕丢吗 那丢啥丢 这是平常的兜里穿的钱 不出点印啊 你管这么多钱什么 你是这里边兜里 谁能掏就谁也掏不去 老铁们你瞅瞅这大爷任性不 简直毫无人性啊 眼红时老弟面目全飞了已经 这消费方是一般人属实比不了啊 一番询问得知董大爷年轻时 曾做过海参的买卖 即使后来遇上自然债还赔钱了 讲话了那也是带着百八十万财产回来的 现在生活过的也是十分的滋润 就缺个老伴一起花他的钱 那董大爷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离和死都得无所谓 给人要好就行 个头的一比六左右 一比六三六五这样啊 根据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到了七零后张大妈 张玉英七十岁丧偶 退休金两年五个千 住长春世宫租房 今天大妈还带了一个喇喇队 那就是自己的表妹来助阵 这是你表奶 对对对 是她给你报的名吗 对对 康姐太孤单了 你说我一忙一出现 有时候不在家 我也没时间陪她呀 在一个岁数也是 也这个年龄吧 有个伴儿吧 互相能有个照样 这妹子挺好啊 还操心姐的晚年生活 自从老伴去世后 张大妈就一个人生活了十来年 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她每天都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 地板擦的都能当镜子照的 就爱好伪生 就爱收拾 就是邋遢一点我就不习惯 一天我洗了 边做饭就边收拾玩活了 现在有的那个抽烟机 过年擦一次 我这随时 我们点儿 这点儿 这也擦呀 都擦 你看这点儿 没瞎死 也没有油 看我这两个大勺 你看我这 都能胳膊 我都能放到背上吃饭 真的 这就是龙爪和那个仙人掌啥的 我就养这个 这我能吃 我天天吃这玩意儿 吃啥呀 就吃这个呀 仙人掌这都吃啊 你吃仙人掌 嗯 仙人掌还能吃啥 你这样办啥都能吃啊 我有时候就是 折腾拿下来之后 这一叶就勾到切成丝 嗯 然后然后 我就那么吃 有时候我就炒个鸡蛋炒 好吃吗 酸个鸡蠻好的 哎呀 七七才吃的仙人掌还能吃呢 你丑大妈这一屋子的绿植 不仅能观赏还能炒菜啊 退休后的张大妈爱好旅游 直言除了西藏新疆墨河没去过 其他地方都去过了 这辈子值了也没啥遗憾了 现在就想找个 知冷热的老头度过余生 那么啥样的老头 能入了张大妈的眼呢 找一个 最起码 能 能那个对你 各方面有个照顾 是不是啊 咱们不是要求别人照顾 咱们互相照顾 是不是啊 互相体贴 互相关心一下 是不是啊 张大妈活泼幽默 董大爷开朗直率 那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彼此 都想找的那个人呢 紧接着红娘就带大爷去女方家 她和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朋友们 来了 大家 请进 进屋吧 不用拖鞋就正进 也喝点水果 谢谢啊 谢谢您的水果啊 谢谢 给我做拖鞋 不用拖鞋 你看我们都没拖 不用拖 不用拖啊 不用拖 完全擦不 介绍一下 来自己介绍吧 嗯 不介绍了 我回去了 不介绍了 我回去了 咋的啦 我不得劲了 我走了 不是不是 我打车回去了 啥意思啊 我打车回去了 好再见啊 慢走啊 慢走 把这个拿着回来 给你拿回来 这一遍 无所谓 不行拿着吧 无所谓 快点 快点 你给 这么的 我先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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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你开 来来 这个有点紧 等会等会 哎呦 我去你干啥呢老头 咋刚见面就要打车跑啊 是家里门忘记啰嗦的 还是跑不及忘了拔电源啊 这还没弄的咋就走嘞 你这整一出 把咱红娘都整往圈了 不行 我得问问这老头到底啥意思 有没有不行 数字也不行 看着没啥数字 大哥 两句话都没说上 怎么看出来没行 哎呀一大眼一看 看出来也不行 哥这扯犊子那大呀 你要说演员没相中 我还能理解 啥都没说呢 哥哪整出没素质这一说呢 难不成你老头 还会瞎子看相啊 此时张大妈 也是扎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整得人家都要怀疑人生的 不是 就我这样长得下银子 这给人吓住了 我看我长得下银子 你这个给他眼睛上火了 一般人我在他身上火 就你阿姨过着这个眼睛 过着心的眼睛 我不是说都上档次 都得差不多 我跟你说 就他干脆他进不了我这个眼影 你说的是气话还是什么 不是气话你问他 一般人能进我眼影吗 你看我长得不咋定 心高 哈哈你俩可笑死我了 还跑厕所去照照镜子 完事还给自己一个肯定的评价 颜值确实长得不咋的 但也轮不到那糟老头子来挑三拣四 这边长大骂气的跟吹猪式的 外围的董大爷也是鸡脑坏了 姑娘 我要找这样有脑有的事啊 今天这大姐自己有退休机 性格老好了 而且特别赶 姑娘 你就我脑砍掉了 我也不会看你 那你也不能说刚进屋 咱就走了呀 那不都我干了 就带个孩儿 乖到我这儿看吧 那你考虑考虑大姐的心情啊 最起码你跟你同志 得含选两句 礼貌方面 礼节方面得过吧 既没礼节也不尊重人 这很不好 你瞅瞅这是整的 红娘里外不是人 进也不是走也不是 属世干了个大坝啊 成不成的还两说呢 你怎么也得打个招呼再走吧 于是他就开始两遍劝了 那你妹相忠我能理解 但是那你是不是刚才有点不尊重 你说咋话我呢 咱们妹相诚是妹相忠 妹相忠是妹相忠 但是 我伤他了 别算伤他了 我这么周 对呀 别算伤他了 那礼节问题 意思你要我回屋 缓解一下的情况 对呀 看见没懂大爷心里明镜似的 就是身体上太抗拒了 就好像大妈家有狮子似的 整得他浑身刺脑待不住 在红娘的劝说下 还是选择回屋里猫一下 他和老铁们 咱就看他一回咋眼了 看见我呀 心脏反变了 我看你好像心脏不能太好 嗯 好那吃点药吧 我以为大哥我认为 实际说你看不上我吧 也不至于给我 我以为你咋的 不是呗 你看我 那最有理解年龄大 带药吧 我有一心口就死了 那对呗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 坐会儿歇会儿吧 哎呀 我给你倒杯水吧 喝不喝 谢谢啊 谢谢 过点 嗯 我 我得走 你不行了 心脏又 你难受啊 那走吧 快点 别别别 心脏不行 别整出事了 那你跟盖子说两句吧 这样 以后再联系 好吧 行行行 不好意思啊 你身体是主要的 注意安全啊 你慢点 快走啊 这不 这不费劲的 贴封条贴的 慢走大哥啊 慢走 再见 哎呀 我去这可真是说 两句就走啊 一点不再多说低 老头心脏病都给整出来了 该说不说大爷真是狠人啊 相亲成不成的都无所谓 你可别突如到人家里面 张大妈吓了也不敢留他了 但俗话说的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大妈的表妹哥一旁 看的是门青啊 你说他是这么那个啊 不是 确实得有点很大事 你看 他说 不是不得劲 这是一个套路 套路啊 对 那一玩意神咋也不懂 他随去喘 如果不行 把药拿着 看不过行 啊 要这儿 那下台结束走了 这是男人的套路 哎呦 天哪 这么深 这套路 这套路 看你行啊 我真是怎么回事啊 该说不说 这女人的第六感真是邪门呀 把这遭老头子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老灯子哥这套路我俩呢 摄像小哥也是憋不住了 给红娘整的也是贼拉紧张 别给你俩相个亲在 让我摊上官司啊 赶紧追出去问问这老头到底咋回事 是不是难受啊 不难受啊 我有点时间跟着人家含糊 我不用回家我看电视的 其实这很长时间在这里的 我很长时间就好几年不吃这玩意的 那你为啥随身带着呀 真是小刀拉屁股 给俺们开了眼了 好好的相亲节目愣失 让这俩人整成严小品的 救心完成了就敞完 香中了就烙香 不中就掏出来要完 这老灯子套路属实挺深啊 该说不说真是一点格局都没有 拿水果药我都给他扔出去 放的还不够埋铁我眼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啥想说的欢迎留言 拜拜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